那打麻将呢是一些人打发时间的休闲娱乐 但是麻将台上的那些麻将 你又有没有想过是怎么制作的呢 在那个机器还没有取代人手的年代 每一个麻将的图案 其实都是由师傅他们一刀一刀 慢慢的雕刻出来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 工厂机器生产的麻将呢 也逐渐取代了手雕麻将 让这门手艺啊渐渐的失传 不过香港呢就有一位老师傅 他坚持手工雕刻麻将 并努力的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眼前这位香港老师傅 熟练的拿起雕刻刀 在空白的麻将上 一笔一画的刻画出麻将的图案 他利用多年累积下来的雕刻技巧 为平凡无奇的麻将增添色彩 让每个麻将都变成独一无二的手雕工艺 更具有纪念价值 虽然手雕麻将的程序复杂 但老师傅四十多年以来 都坚持用手温 把一副副的麻将做好 只不过曾经光辉一时的 手雕麻将手艺 始终还是抵不过科技的进步 这家起码就过十家 那时候这么多家都不担心啊 因为有生意 现在这些区只有一两家 整个都没生意啊 因为这些年轻人都不打麻将 如果打麻将 那些玩手机玩 一个人可以玩得到 那就适合没了 投胎了 为了不让这门手艺渐渐失传 老师傅还开了工作房 向年轻人传说他 多年经验的手雕麻将手艺 就连外国人也被吸引 一同学习这门手艺 冷冰冰的机器 取代了人手的温暖 让手雕麻将 逐渐走入历史 虽然这项行业 已经渐渐的没落 但老师傅依然坚持不懈 默默地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这份情怀 实在令人尊重